刚刚这个页面 如果说你们要参考的话 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要看到 刚刚的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就这个页面 所以如果你做 假如说你上礼拜 假如说这类似像这样 就是做只有做到这边 橡皮形状 里面是空的 那你可能要 没有太多时间的话 其实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把相片欣赏 这个页面 把它整个选举起来 选举起来之后 就这个范围 我刚刚有把我完成的画面 把它放在云端上 就这边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Ctrl C 那里面我已经帮各位做好了 包含就什么 里面的那个 有没有 ID 这几个ID 那些ID都取好 然后名称的部分的话 也都弄好了 那你们直接可以 把这个范围复制起来 这个范围Ctrl C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就这边 记得是贴这边 这边把它贴上 从我云端那边把它贴上 再切过来 就OK了 这个就是我刚刚做的 特别之外 你将来习惯就是 一个页面 整个选取 它选完之后 在它的左手边 这一段程式 有没有 就是这个页面的程式 头跟尾就选起来了 那你只要把 如果你要参考 如果有些同学 可能动作比较慢的话 可以直接从我那边 那再来就把程式码 贴到那个head上面 就是从这边 head这边 其实这边enter一下 然后把程式 从云端上贴下来 就下面这一段 从这边到这边 记得不要贴错 Ctrl C 然后再切到那个刚刚这边 head上面贴上 然后有时间 自己看一下程式码 没问题的话 直接及时一下 看一下 基本上就点一下 相片欣赏 理论上 只要应该没什么地方 好改 Nex 有没有 就OK了 就会我可 非常简单 那你只要知道 怎么去修改 甚至将来呢 你也可以试做一个 也许是什么 你自己的生活照的 相片欣赏之类的 也可以这样做 另外 其实 是不是可以把中间的东西 改成影片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中间 其实如果迁入一个YouTube的影片 下一个影片 下一个影片 下一个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中间要放什么 上地图可不可以 按下去 地图更新一下 地图又换下一个地图 所以这个动作 反正观念上清楚之后 要做出很多效果 都没有问题的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 那个意见回复 点击它之后的话 它可以怎么样 帮我跳一个 那个意见回复 可以让我怎么样 可以就是 跳出一个这个 中间一块这样 类似像这样 这个东西实际上 是在Google表单 那你可不可以填呢 当然可以填资料 比如说 你的大名 大名 某某某 比如说我今天 可以输入一个某某某 然后意见的话 也是 AAA好了 OK 然后按一下提交 提交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 它就会帮我把 使用者填的资料 直接会帮我传到哪里 传到我的Google的表单里面 Google表单里面 基本上在手机里面 我试过 应该没有问题 网页上面应该试也没问题 那这个地方 第一个 你要先了解 表单如何制作 我想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主要不是在讲表单 但是我会快速的跟各位讲 这个表单 做的方式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需要先做好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表单 里面的话非常简单 就意见回复 两个栏位 一个是它的名称 它的名字 一个是它的意见 按下提交 你就可以收到 它会把你的试算表 Google试算表 当成是一个资料库 帮你存放 使用者的意见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当然第一个 你到Google里面 找到什么呢 新增 这边的话 云端硬碟 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那怎么样建 这个意见 回复的表单呢 这我想很简单 几个步骤应该就完成了 第一个 请各位先到 那个云端硬碟里面 的新增 新增里面的话 有更多 更多里面的表单 特别说云端硬碟 新增 这个表单 Google表单 然后呢 你就按照这个动作 先把这个点击下去 那因为 Google的云端表单 最近才有改版 又换新的版面 不过倒是逻辑上 没有不一样 那里面大概要需要哪些 第一个 在这边输入什么 意见回复 那表单说明要不要 其实不用没关系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大名 那他的 比如说 也许就逆称好了 那再来 那底下放什么 旁边会问你 你这个是一个单选呢 还是多选呢 还是下拉 下拉也是单选 那或者 简答或者是段落 那因为他这个是一行 所以记得是简答 简答 OK 然后 这一题就完成了 要不要必填 请选择必填 因为一定要填 所以这个一定要加 大概是这样 一个 两个 三个 OK 三个步骤 那再来的话 就要新增第二题 第二题是 你的意见 新增一个问题 把那个意见打上去 那这个内容要放什么 记得选什么 段落 这边最后 其实我一般在做问卷 不外乎就是单行的 多行的 单选的 多选的 下面很少用 大概这四个就够用了 几乎就可以取得 使用者的意见了 有没有像我们第一堂课 你们回答的问题 你的姓名就是单行 那你预期是要上什么 多行 那你 什么 反正有单选再复选 大概就这四个就OK了 做完之后 这个把它用段落 OK了 那我大概两个问题 那做完之后做什么 这个必填 最后做完之后呢 这边有个传送 传送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要怎么传送给对方 email 这边有什么 连结 那连结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更贴心 就是说 它底下已经帮你说短网址了 有没有 以前的话呢 我可能还要再跳到go.gl 再去说短网址 那新的功能呢 它是马上帮你说短网址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而且还蛮贴心的 它知道你等一下要复制 所以直接这边有个复制 不过Ctrl11也可以 但是我们不是要这个网址 因为这个网址是给其他人用的 那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有个 有没有 小于大于 迁入 也就是说等一下 我需要把这个表单 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的那个页面里面 它要包在里面 当我点那个意见回复的时候 它要秀出这个表单在哪里 在我的页面里面 怎么做 特别就是先做完之后 再产生这个 就这个东西 那大小 你自己衡量一下 宽度 看你的手机 你将来移哪个手机 因为它现在size 有时候还没有固定的size 所以你可以大概一个 比如说大概尺寸 你就抓大概480好了 然后高度的话可以多一点点 大概1000吧 因为它这个高度 你向下不会影响 下面都会在 你不要太短就好了 长一点没关系 宽度就没有办法 宽度它现在有局限 你大概就取一个中间的宽度 然后呢 就把这个复制 再来怎么样 贴到我们页面里面 就可以了 那将来就填 填完之后 手机就收到了 可是手机 那个我们云端上面就收到了 你可以先试试看 第一个先从连接 如果你从连接里面 前往好了 这边就会有个页面 那比如说你填的资料 填那个 假设AAA好了 然后意见也是AA 先填A好了 然后按提交 在网页里面呢 会出现已经收到了 然后可以把它关闭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我把它先关闭一下 那刚刚的回复在哪里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回复了 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 刚刚填的 有没有 一折了 但是 当然你可以直接从这边看 可是有时候从这边看 它会变成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在下面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这边不是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很像 以SAIL的颜色 这个就Google的试算表 它可以帮你把什么 你的填的东西 放到Google的试算表里面去 所以好像这边可以点击 这个东西 建立试算表 按下去 将来填的东西 都会在什么 你的那个 这个应该 我给它一个意见 好了 这样子 回应 然后 当然你也可以放在 已经有的试算表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 按建立 那将来的话 它就会帮你开一个新的 云端的ESA 然后呢 会帮你产生三个栏位 因为你想说 老师 那不是只有两个栏位吗 它还有多一个栏位 自动产生的 就是它的时间 这个一定会有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先玩玩看 因为理论上 这个可能也要一点点时间 去了解 那这个很好用 为什么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 把界面的问题帮你搞定了 把资料库的问题也帮你搞定了 Server的问题也帮你搞定了 你也不用架Server 稳不稳定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 这个没办法walk 反而Server是自己架的 有时候台电突然跟你断电 你就连不到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意见回复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它的界面其实也不难用 不过就是要熟悉一下 而且它的这个表单的部分 还蛮长改版的 其实我使用它大概差不多十年了 从它刚开始非常阳春使用到现在 至少改版了十次 比如说我前面才讲说 比如说教同学说 怎么样使用表单 可是又不一样了 我要重新再教一套 像这个已经是 change不到几个版本了 但是还好 它的主要的逻辑都一样 第一个你的表单名称 第二个你的问题 那我顶多使用四种 我刚刚讲单行 多行 单选 复选 大概就够了 至于你要变出什么样的花样 那都是延伸的 主要就四个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传送 以前它没有整合在一起 所以传送很麻烦 现在很好 它传送 第一个是email 不过email你可以跳过 第二个就是连接 是给一般在电脑上使用者 第三个是迁入的 迁入你就可以把它迁入到 我们的app的页面里面 等一下再来看 这个页面怎么迁入进来 好